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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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現在就到我們實戰的時候了 大家會看到眼前已經有一隻狗仔在這裡了 院長,牠叫什麼名字? 牠叫寶寶 哦,寶寶 我們其實整個美容的步驟是怎樣的? 幫牠做美容 通常我們會分七個程序的 一般來說,首先是刷你 就用一些刷,一些梳、刷那些跟牠先刷 接著就叫做梳理 就會用一些扁的梳 跟牠梳了一些細的隙 接著就會是耳朵和眼睛的清潔 另外,接著就會做剪指甲 剪腳底毛 然後就會洗澡 洗完澡之後吹乾 最後就會跟牠修剪一個 牠想要的形 事不宜遲不宜 我們開始吧 好 首先,我們要用這個刷你 用這個叫做針刷 你可以試試,好像我這樣拿 這樣拿著 你可以試試一下手 首先,你不要太大力 你不要太大力 輕輕力 沒錯,就是這個力 好像我們這樣反手 我們就會跟牠梳 有沒有說要從哪個位置開始 通常我們由後向前 由後向前 就是這樣 對 平時應該站在那裡 不過牠躺在那裡都可以 通常我們可以放鬆一點 放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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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打蛋 對,差不多 首先會梳了一些比較大的卡 對,這個位置有些 對,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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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即是說那裡有些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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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通常鎖的時候是這樣鎖 這樣 沒錯 鎖的時候就向上這樣鎖 對 沒錯 我做一次給你看看 通常我們撥著毛 然後一直把手底的毛拉出來 然後你的手一直向前 當然如果你鎖到有隙的時候 你要鎖到幾次 鎖到沒有隙位置 又要鎖第二次 一直拉出來 如此類推 現在這個位置鬆了很多 對 這個位置會快一點 不過它會梳掉毛 如果一般主人不是很重要 每次要留毛 這個也很適合一般主人用 剛才那個通常 你的狗要留長毛 或者是比賽的狗 就適合剛才那個針梳 這個叫鋼絲刷 鋼絲刷 沒錯 鋼絲刷 剛才那隻狗仔一直躺在這裡 其實如果跟它梳毛的話 會不會是站在這裡好一點 還是躺在這裡 當然了 其實應該我們也會 要它站在這裡才好 很疏的 我們也有方法讓它站起來 我們可以把它輕輕推下去 當它知道後面是桌邊的時候 它應該會站在這裡 哎呀哎呀 真的不記得 好了 我們把它抖起它 有時它一怕一怕 它就會知道 在後面沒有位置移 就會站在這裡 然後抖一抖它的頸 它就會站在這裡 然後我們會跟它做梳理 我們就會用一個美容絲梳 你拿著這個 我拿著這個 通常我們有分開闊齒和紮齒那邊 通常我們就會 首先用闊齒這邊梳 由下面至上面 通常跟剛才一樣 揭起毛 然後一層一層梳下去 現在可以試一下 但是要記住 我們要厚一點 要厚一點 還有不用握緊它 我們會鬆鬆的 因為當我們有時遇到 鍵器的時候 就不會硬扯它 是會卸了一點力 是有彈手的 彈彈的梳 不會說握得很死 我梳子給你看 遇到鍵器的時候 這裡也沒什麼 遇到鍵器 可能會卸了那個位置 不會說硬扯它出來 是會卸一卸它 這樣它就不會那麼痛 最重要是你不要握得那麼緊 把梳子鬆鬆的 這樣慢慢梳下去 嗯,沒錯 我看它梳了一兩下 又躺下 這裡沒問題 如果梳這邊就OK 但是如果梳到一些 下面的地方 可能它站起來會方便一點 就是這些地方都做不到 對 下面再捧起它 嗯,如果它喜歡在這裡 可能我們會反轉它另一邊 再梳 如果我們梳到頭部的時候 我們會有些特別的梳 可以用來梳它的面部 就像這一把 比較小一點 好像剛才的一樣 不過它是縮小的 就用來專門梳它的面部 這個用來梳一樣 可以梳 梳的時候就要向外 不要向它的眼的位置 梳完這個闊齒 再用這個紮齒梳 這樣梳 你可以試一下 先把闊齒梳 對 用這邊先 對 沒錯 一般來說 我們梳其實向著自己 會比較容易 因為我們 對 現在比較難一點 是有些難度的 怎麼可以避免 沒有梳到它的眼睛 另外我們也有些比較特別的工具 像這些 弧形的 這個外面比較少有些 這個是專門梳的 這個面位 尤其是那些 摩迪士 約瑟那些 這個剛剛塗在這裡 還有這個很有彈性的 這個梳 雖然你看到它這麼幼 但是它很有力 我們試試梳這邊 如果你真的很害怕 它直接到它的眼 你可以輕輕按著它的眼睛 然後梳上 你可以試一下嗎 對 沒錯 按著它 沒錯 你可以先用複刺這邊 這樣就不會太大力 對 沒錯 對 好一點是不是 沒有剛才那麼扯 如果 可能覺得不太舒服 或者害怕 會不會有什麼反應 它 咬人 當然它就不會了 但如果這個位置 你弄得它不舒服 最怕你弄傷它的眼睛 其它其實都不會有很大的問題 或者是有時候 如果你用這些不適合的工具 就會夾到它的梳 外面很多人 可能就會貪方便 用一把這個梳 這個梳 其實一般用來梳塞 或者用來避點眼屎 那些髒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用來梳面的話 很多時候會夾著它的梳 所以我們通常會建議 人們會用這兩隻梳 好了 好